文化大官员王鲁香一路行走韩国 看相似寻差异 在韩国寺庙里头 藏任何东西都只能用这个功能 从佛教到儒学 这些重要场合还是都能看到汉者的存在 丝同园建独特 访韩一 上瓷器 从传统到当下 王鲁香辩访韩国最顶尖学者 一双慧眼 深度解雾 相见韩国 文化大官员特别奉献 第二集 钦词如玉正在播出 在工业革命之前 技术含量最高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就是瓷器 瓷器制作水平的高低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明程度的高低 中国是中国的英文名 它的本意就是瓷器 文化大官员栏目 以瓷器有着很深的渊源 自开播十二年以来 我们制作了数十期以瓷器为主题的节目 内容几乎涵盖了从古到京的所有名谣 所有名字 后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外 制作了法国塞福尔皇家瓷器厂 和日本的清水烧 天幕展等等节目 当受邀来到韩国拍摄时 我们毫不犹豫地将高历青瓷 和朝鲜白瓷令计划之中 因为我们知道 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 曾经也存在过 制作记忆非常高超的瓷器 今天阳光明媚 万里无云 我们来到了规模宏大的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我们到这里看什么呢 看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 韩国高历时代的清瓷 和朝鲜时代的白瓷 旁边就是清瓷馆 让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这些韩国人民奉为国宝的 这样一些清瓷宝贝 吉盛时期的高历青瓷 曾经流入宋朝 能够受到瓷器之乡 中国的忠实 历史上可能只有 高历青瓷这一个特例 发色亮临又致淫润的高历青瓷 代表着高历王朝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准 它的制瓷技术 虽然学自中国的唐宋时期 但匠人们将有着鲜明个性的高历文化 与制瓷技术相结合 收治出了世上独一无二的高历青瓷 中文化 以外国人的中文化 非常适合 与美术的美术 美术的美术 有一些小细 中文化有些 在京德晋亦也有这样的记忆 像是叉莓模样的一样 非常精彩 形状像是刮能花瓶 高丽王朝与我国的北宋处于同一时期 两国友好相处 频繁往来 虽然当时宋朝士大夫们的审美取向 更推崇简约肃静 以幼色和预知感取胜的钦词 但以幼稚淫润 巧式繁雕渐长的高丽钦词 仍然得到了他们的青睐 北宋书法家徐靖曾经初始高丽 他在著作《宣河奉使高丽图经》中 这样描述高丽钦词 淘气色之清者 利人畏之飞色 近年以来制作工巧 色泽油加 淘气色之塑 原因是在高丽上的肺癌 手术重疏的肺癌 手术导致中分配到这里 沿道的尾部有其光着的肺癌 与不下的肺癌 这普通的深根拓指 美取向益美取向益的优优 明显石的肺癌 也就是说这个青词和中国的青词最大的区别 它就已经有镶嵌了 中国的青词呢 一直没有其他颜色镶嵌在这上 但是这个的话呢 那个绣球那里已经有白色的镶嵌 兔子的眼睛黑色的镶嵌 它不是后面画的颜色 它是在事先就是别的材料镶嵌进去 然后一起烧制成的 这个就是属于中国没有的一种功能 高丽王朝时期制作精美的青词是奢侈品 它主要供王室寺庙和贵族享用 因此高丽青词的官邀 并不需要太过考虑制作成本和生产效率 将人往往在文士的刻画上不厌其法 精以求精 在这样的背景下 高丽青词的另一个重要种类 象牵词词 高丽雅 在世界陶瓷史上 象嵌是高麗獨創的工藝 它與緋色可以稱作是高麗瓷史上的雙臂 象嵌瓷的工藝原理 簡而言之就是在胎土上刻出紋飾 再利用含有不同金屬元素的土來填充刻痕 最後上瓷瓷又燒製 最終燒製出來的瓷瓷上 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所以在胎和肝的土上上的土上 相關規模式會有很多的雙像 這是胎的雙像是新鮮的雙像 古代的雙像是土俠的雙像 有關於是有關於是 那種影響的雙像 這雙像是雙像的雙像 雙像是有關於雙像的雙像 雙像是雙像的雙像 也就是国家时代的威画不是很好 但是在中间看了一些威美的模式 威画上的威画不是很好看的 威画的威画是可以看到很多威画的具体 我就是很多人喜欢的 冬冬的瞬间 青竹与仙鹤仿佛随风起舞 花叶上的水游似乎潺潺欲滴 欣赏到这里 你是否有所了悟 这就是古代高丽人的审美 这就是他们追求的艺术境界 那为什么这么发展到 这么高峰的青池 最后会突然走向衰败 而代之以白池起来 为什么在我们朝鲜半岛这个地方 会把青池给放弃掉 然后开始重视白池 而且最后是整个皇室 全部用白池 白池取代了青池 这是怎么一回事 土地的发展 最后会是黑池 所以那又有一点 中国的白池 重视白池 所以,,古末尼巴被封建成成美代化 最初的歷史,是成為成為 100座 從十世紀開始製作,發展到十二、十三世紀的鼎盛時期 高丽钦慈在朝鲜半岛上 喧赫了几百年 但却在十四世纪 逐渐销声匿迹 钦慈被白子取代 虽然是大势所趋 但高丽钦慈 在繁华与衰落之间 过度的有些突兀 历史在这个节点上 总给人悬而未决的感觉 这更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 一定要去高丽钦慈的产地 去看一看 从首尔到庆州 再到大丘 文化大官员王鲁香 一路行走韩国 看相似寻差异 在韩国寺庙里头 藏任何东西 都只能用这个供应 从佛教到儒学 这些重要场合 还是都能看到汉子的存在 丝同园建独特 访韩一上瓷器 从传统到当下 王鲁香便访韩国最顶尖学者 一双慧眼深度解读 相见韩国 文化大官员特别奉献 第二集《青瓷无欲》正在播出 从首尔到全罗南道的康金 已经是九天后 我们脑海里还带着国立中央博物馆里 高丽青瓷的深刻印象 高丽青瓷的原始摇指就在康金 如今这里是一座高丽青瓷博物馆 这个地方等于是做成了一个 韩国高丽时代青瓷的摇指公园 同时在这个摇指公园里头 建了一个数据博物馆 进行研发和生产 有大海里的古典 73年多多年 4年多年 已经熟了 製造成了 这块 这块 加玛之外 迁区 墙的 达, 大海里的 在资金 现在 首席 大海里的 现在 弥勾 How 200 这块 现在 工 在 是一个很大的烧窑的基地 等于是一个窑子群 类似于像一个官窑一样的体系 在高丽王朝时代 康金是高丽青瓷的主要产地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国宝青瓷 大部分都出自康金窑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高丽青瓷窑 这就是康金窑的窑址 现在是韩国政府特许的 在唯一的一个地方可以烧柴窑的一个龙窑 我们看到周边堆满的柴火 一段一段劈成的全是四周山上的松树 这个伐下来的一段一段的松木 只能用这种东西来烧这个龙窑 因为松木里头含有松脂 这个火越烧越旺 才可能把这个温度烧到1200度以上 然后我们从这个炉堂里头看 里头的这个柴火烧得这么旺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康金窑的这些师傅们 他们听说我们凤凰卫视要来拍这个韩国青瓷 特别的高兴和配合 他们昨天晚上连夜三点钟开始开的炉 为我们专门烧这么一炉的这个青瓷 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这样一种支持 特别的感谢 康金高丽青瓷博物馆 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 同时它也在沿用传统制作工艺 小规模制作高丽青瓷 在这里我们有幸可以看到 制作高丽青瓷的大部分工序 金蓉花主持需要一may 英文文化 市场博物馆 监制的很多种方式 完成的步驟 走在第一次 禁入手 一遍清理下来 一遍清理下来 有所削除 第二遍清理下来 清理下来 我们在其他部件上 有所削除 如果有所削除 由美国 causa 中国的 吉祥和 有所削除 二遍 就已经削除 对 我们 一般界 用釉水沾 就沾釉水 高丽青瓷在15世纪以后不再烧制 他的制作记忆最终失传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制作中的高丽青瓷 要感谢一位重要人物 他就是韩国著名的高丽青瓷制瓷大师 李龙熙先生 高丽青瓷的制作记忆 就是在他和许多历史学者 致辞专家共同努力下最终恢复的 李龙熙先生虽然看着年轻 其实他已经80岁了 那这一位是 这位是 二儿子 二儿子 那就是李大师的传承人 也是对吧 他现在是个性者 他正在雕刻 一个霉瓶 那这些雕刻的地方 按照我们中国来说的话 可能就这样拿去烧了 那么在我们秦池这些雕刻下去的地方 是不是还要天上别的颜色 这些雕刻的雕刻 这些雕刻的雕刻 是 那就是 李龙熙先生 是康金本地人 1964年 在他26岁的时候 国立中央博物馆 对康金瑶进行考古发掘 李龙熙参与到考古工作中 从此 于高丽亲词结下不解之缘 李龙熙先生 那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就是在一九六零年代 李隆熙结识了高丽钦词专家 郑梁莫先生 两人成为了知交 到了一九七七年 当时的康金郡首提出 要恢复高丽钦词 李隆熙将这个重任承接了下来 他四处拜师求教 反复实验揣摩 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 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终于积蓄了高丽钦词 失传几百年的路火 那么什么时候 开始烧出了第一剑 或者第一窑 您自己觉得 能够接近高丽钦词水平的 那么一件钦词器 那也就将近二十年的 摸索学习的过程 然后才开始烧出第一件 觉得自己满意的 钦词这个作品 그러니까 앞에 잠깐 말씀을 들었지만 다른 사람들은 정규적으로 전문 교육을 받고 시작한 사람들이 대학 과정을 나왔다 하더라도 한 20, 30대 정도가 될 것 아닙니까 저는 학교 공부도 제대로 못하고 배운 것도 부족했지만 적어도 500년이라고 하는 역사 속에 그 스승이 주변에서 저를 다 지도해주고 계셨기 때문에 다른 사람들은 더 유리했지 않느냐 그런 생각입니다 그것은 바로 역사성이라고 할 수가 있겠죠 그 속에서 나름대로 공부를 했다고 볼 수가 있습니다 물론 인위적으로는 많은 사람의 도움도 있었지만 역사적인 배경이 나한테는 크게 도움이 되지 않았을까 그런 생각을 해봅니다 역사적인 배경이 나한테는 역사적인 배경이 나한테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